欢迎来小生之,我是喜耀,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情文 前两天就有一个在马来西亚工作的柬埔寨女商人 他就表示柬埔寨人就是勤奋,然后经商也是比较聪明 但是马来人就比较懒惰 他这个言论一触就引起无数的网民踏发他 他也因为这个言论单单就吃了十四宗这个诽谤案 更夸张的是,这也惊动到了柔佛州的王储也retreat这个东西 那结果可想而知,也就是他出来道歉,讲说这是一个玩笑 然后请求柔佛王储的款数 有趣的是,其实马来人懒惰这个言论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 这个一直以来都是社会上的一个刻板印象 而且贵为自称是马来人保护伞的马哈迪 其实他也是这样子言论的这个促使者 他几十年来一直都是讲说马来人很懒惰 然后不爱打拼 这个也不是之前的言论 是近期的时候他上Karlow 他也是强调说马来人的文化就是这样子不上进 所以才导致其他的种族把这个土地权势都拿走了 所以到底马来人懒惰这样的言论是从谁先开始的 马哈迪是不是第一个讲呢 而且其实到底马哈迪讲这段言论 跟这个柬埔寨女商人讲这个言论 有什么本质上的这个区别 不然为什么会被不公平的对待 这样事情我们留在待会的时候解释 现在呢先进一段小小的广告 是关于小弟的音乐会了 请看 12月9日星期六晚上8点 不懂大家得空吗 想邀请你来到House of Holes PJ 出席阿耀的首场口琴线下音乐会 除了能听到精湛的口琴演绎 也可以现场和阿耀寥寥实证 交流看法 担任票价是50令吉 双人同行优惠是90令吉 每位购票者也会附送一杯五酒精饮料 让你愉快度过你的晚上 有兴趣购票者可以扫描Touch & Go QR Code付款 或是点击资讯栏Google form完成购票 也别忘了把收据WhatsApp到 019-759-5086 期待你的到来 我们不见不散 好的那12月9号呢 就是小弟的第一场口琴线下音乐会了 那就有请大家多多支持一下 OK 所以我们回到来了 OK 我们刚刚讲到马哈迪 一直都是在倡导说 马来人很懒惰这样的言论 但是我们现在回归 到底为什么 至少在我们生活中 我们会被这样子的资讯 所接触到 或者我们会 有些人会相信这样子的言论 我觉得跟几方面有关系 第一方面 我觉得很大的程度 是跟我们的公务员体系有关系 众所周知 OK 马来西亚的公务员体系就是臃肿 而且效率不好 但是又偏偏 那么不刚巧的 公务员体系里面 90%的公务员都是马来人 所以就很容易让你联想到呢 马来人是公务员 然后公务员呢 做事很慢 没有效率 所以马来人就是做事没有效率 而其实这也就等同于是懒惰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 有这样子的一个刻板印象 除此之外呢 什么时候我们会讲一个人懒惰 通常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衡量指标 尤其是华人 就是呢 你这个人 有钱还是没有钱 OK 这个人如果没有钱呢 我们就会很快的联想到呢 他就是不愿意去赚钱 OK 自然就是叫懒惰了 那这个东西 其实有没有一些客观的数据卡 其实是有的 比方讲说次频率 马来西亚的次频率来讲呢 这一个乌益 其实是占到7.2%的 华益其实只有1.4%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看到华人跟马来人比评底下 马来人的失业率会比较高 而且呢 又有一些传闻讲说 KWSB 领取的大部分都是马来人 都是乌益 所以我们都会直接把所有的数据联想在一起呢 哦 因为马来人呢 他们不愿意做工 OK 所以呢 到最后他们次频率高 事业率高 到最后因为没有钱 所以要把应急的ETF全部拿出来用 所以就慢慢一点一点的 社会就加深了 这样子的一个刻板印象 OK So 这个事情 其实是不是完全的这个正确 这个刻板印象是完全正确 我相信你肯定也不会觉得是 所有马来人 都一定是长这个样子的 但是呢 其实他有一点点因跟果 模糊不清的状况 什么意思呢 我举个例子 会不会是因为大家都觉得马来人很懒惰 所以其实很多马来人找不到工 所以很多马来人找不到工 他们到最后可能对这个社会的歧视 觉得太过的沮丧 到最后呢 他们就选择 可能就摆烂 还是就很消极 其实这样子的说法也是有的 比方讲 根据这个3GPS 所做出的一个调查显示 同样的竞争条件 都去投履历 只是呢 换上了一个是马来人的脸 一个是华人的脸 还有一个印度人的脸 一起投出去的履历 华人到最后被应聘的几率是最高的 第二是马来人 最低是这个印度人 所以其实在马来西亚 因为这样子刻板印象的存在 导致说马来人或印度人 其实他们当中成为受害者 导致他们失业率比较低 其实这样事情是有数据佐证存在的 也因此你要讲说是因为他们懒 所以他们找不到工作 还是因为他们懒的这个刻板印象 导致他们找不到工作 这样事情是有争议的 当然这个事情呢 最早最早的时候 到底是谁贴上的标签 是非穆斯林吗 还是是马拉底吗 根据这一个马来知识分子 阿拉古斯讲的 其实不是 你可以猜到是谁讲这个 马来人懒多这个言论 谁是最早讲的吗 答案是 知名者 或者是西方的白人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在他一本非常出名的这个著作 叫做懒多土著的这个迷史里面 他就有解释 那这一个 这本书里面主要是讲三类人 OK 一个是爪哇人 然后一个是这个马来人 还有菲律宾人 他其实都是讲着 当时候西方的殖民者 来到了这些地方 来到马来西亚 来到菲律宾 这边殖民的时候 他们给当地的土著 贴上了一个标签 OK 这个标签呢 形形色色 懒多是其中一个 还有一些是没有文化 OK 比方讲呢 去到那边 这个地方呢 土著呢 每天就是只会吃香蕉 给他供的时候呢 给他这个金子 银子 什么他都不要 这些人没有文化 OK 来到了马来西亚这边 可能呢 这个各交的这个工厂这边 我请他 结果呢 他要留在自己的干坡那边打鱼 就算我出高点的价钱呢 他们都不肯来帮我工作 所以是什么 懒多 那为什么殖民者要这样子做 为什么要讲土著懒多呢 主要就是 这其实就增加了 他们殖民你的合理性跟正当性 OK 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跟你讲 因为你懒多 因为你没有文化 所以呢 我其实是从一个更加文明的地方来这边呢 传导给你这些文化 传导给你这些文明 所以你被我执政 你被我殖民了 说活该 是应该的 我并不是来害你 我是来帮你的 这样子的言论你是不是时常都有听到呢 所以 其实啊 如果你按照这本诗的脉络去讲的 马来人懒多这样事情 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白人传出来的 OK 传了传了 可能这样子的说法就慢慢的传递到 可能非穆斯林还是过后的政治人物口中 就拿这样事情的不停的来利用 讲到政治人物呢 当然我们要提到这个马哈迪了 马哈迪为什么会用这样子的方法 一直去讲说马来人懒多他不是最捍卫马来人的吗 这其实呢就有另一种说法啦 主要就是觉得 马哈迪是在利用这一种方法 这种贬低 这个土著的方法 而达到所谓的优惠政策 OK 正是因为他就讲说 正是因为马来人很懒啊 因为呢 他们的竞争力不够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放任 让他们一起去竞争的话呢 那他们到最后一定会输给其他种族 也因此我们需要其他的政策啦 像我们讲说顾达治啦 像我们讲说一些优惠的土著政策啦 因此就从这边cheap in进来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假设从殖民的角度讲 再搬到来 现在啊 这个马哈迪用这样子的说法 去铺塑很多的土著一层的话呢 你都会发现 其实对马来人本身 并不一定是完全好的事情 诚如我讲的 当然马哈迪铺塵的这些事情 可能在对马来人来讲 他们短暂的可以得到好处 但是长期以来 整个社会对于他们的这种特板印象 却加剧了他们在工作上 甚至在社会地位上的一种 不被尊重感跟不公平感 也就导致了 其实这一次的这个 柬埔寨女商人 只要一批这样子行 其实就会触动很多人的这个不满 跟这个敏感的情绪 那14种诽谤案 其实你就是可以得到最好的例子的 我这边其实想要跟大家传递这样的一个讯息 当然是我的看法 其实我们都知道 社会上传出各种各样的刻板 这个印象 包括说 埋人懒惰 华人很爱钱 华人自私 印度人很爱讲偏话 这种东西 其实一直都在社会中存在 当然他们存在的这个因素 一定是更加的复杂 我简直是讲的可能很片面而已 但是所有的事情一定都是要得到 我们本身对这个个体验证过后 我们才应该下判断 什么意思 假设你真的请到一个马来人 你应该是请了他两三个月过 你才来判定他是不是难夺 一样的 你跟这个华人相处的时候 你一定也是希望说 他验证了你 跟你相处过 才断定你这个人的人品是怎样 所以刻板印象的打破 只有通过我们有意识的 主动去消过我们潜意识 告诉我们的事情 才有办法真正的达到 而最后一点 当然就是去更多的放大 各族之间的优点 而少去看所谓的偏见的这一样事情 到最后才有机会 达成各族人民融洽想出 OK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一边 有三个资料跟大家讲 我们下期见 拜拜